女生那種大的那種 直立式的循環賽 女生自己提真的提不動 我覺得是女生可能搞不太清楚 什麼要自行組裝 什麼是現成的 她可能就想說看到她就買了 她就買了 而且她還想說要買 就賣了 瘦瘦 妳看 妳看 什麼叫性 什麼叫性災樂禍 什麼叫風涼 我們聽一下小鐘的例子就知道 我跟妳講 真的 性災樂禍的不行 我跟妳講 手機對現在的人是不是 非常非常的重要 很重要 因為不管是要 或者是朋友的聯繫 或者是上網看什麼東西 有沒有人在罵你啊 都是用手機吧 對不對 一些冷笑話 也要從手機上網去看吧 對不對 那真的很重要 非常重要 有一次跟女朋友出去玩 一下車好死不死 啪一下 然後我想聽到那聲音 又開始知道了 不是腫起來 螢幕睡了 螢幕睡了 我跟妳講 睡成這個樣子 哇 好帥喔 好帥耶 這個時候我們是不是會很緊張 當然 要立刻去送修 妳說難得出來 妳去找 找那個 那麼急著去找幹嘛 反正現在人家打來 應該還是可以接啊 我說不行 這畫面根本看不清楚 然後她會補一句說 對 還會有誰會打給妳 妳完全講對了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還難得講人話耶 平常看妳這個手機 妳也沒有在想 妳也沒什麼朋友 然後工作也少 那妳有那麼急著要這個手機 去修這個鏡面嗎 根本沒有 妳沒差 妳回去 我們難得跑到那麼遠啊 玩玩回去 妳再去修 一切都來得及 但是 看到這個就是不舒服 妳知道嗎 對 可是女生就一直在那邊 她的信在路說 就說沒人找妳啦 妳也沒朋友 也不會想啊 然後也沒什麼APP啊 永遠找來就是那什麼 有什麼在賣房子的 問妳要不要賣啦 6S也是最近嘛 所以代表她女朋友 是現在進行室 對 剛剛 她女朋友剛講 我講說應該是 5的時候 你 為什麼 沒有這麼大 那還是小的 沒有 妳這很救 妳這應該是2S吧 朋友啦 沒有 我覺得手機的故事 我也有一個 因為我曾經 我之前有一個前男友 我們大家在過生日的時候 他就把我手機弄丟了 怎麼會呢 妳知道 因為我是一個酒量很差的人 妳是不喝酒的人 她平常不喝酒的 對 但我幾年前 有曾經想要訓練過自己 然後於是乎我真的就喝醉 但是我用我謹慎的一絲理智 然後我還問我的朋友說 手機呢 手機在哪裡 然後我聽到我那個前男友說 我拿了 不用擔心 我就整個人就昏了 我隔天起來從我家醒過來的時候 我翻遍我全家 就是沒手機 我就立刻衝去他家 然後我問他說 我手機呢 他說 手機 我不知道啊 然後我說可是我記得 最後大家是拿給你啊 他就看著我說 哎呀 手機都是以前的東西了 掉了就掉了啊 真的要 真的要的話 那大不了再買一個新的給你啊 然後我說 不是我掉一個手機 那你可以陪我去報警嗎 因為裡面有很多就是照片 照片 他就一副就是很不情願 然後就說 就不過掉了一個手機了 你幹嘛要把事情弄得那麼複雜呢 然後我就說 我真的現在心情很糟 因為沒有水 就等於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呢他就說 那如果我現在要立刻幫你找到你的手機 我想說這句話是不是很有鬼 根本是不是很有鬼 對啊 很有鬼 故意掉你胃口 然後我心裡想說 你該不會是 就是你拿著 把手機拿起來吧 對 應該是喔 然後我就說 你剛剛講那句話是什麼意思 他說沒有啊 就想說 你怎麼會那麼想要這個手機啊 你真的有這麼想要嗎 可是他那個語氣 就讓你覺得這個人真的很幸福 這個男的 如果你跟他結婚 我覺得我不會去你的婚禮 我跟你講 不是 這個男的太機車了吧 我跟你講 最討厭就是 最討厭就是這種人 然後你會覺得開心嗎 所以是跟你一起去法國的那個嗎 不是 這種真的很討人厭啊 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我都遇到 沒有現在手機這麼重要的東西 聯絡的資訊都在那邊啊 而且就算他真的沒法 可是他跟你開這個玩笑 你都覺得他很過分 對 已經很接 他還在開這種 他還大約 他沒有把你當作是自己的 可是我之前有個朋友 他損失非常大 就有一次 他跟他男朋友去歐洲 然後他要幫自己買一些包包 一定要買嘛 然後就是自己買 然後幫朋友也買 所以他當然回台灣的時候 當然會把一些貴重物品 全部放在登機箱裡 一定要時時刻刻拿著嘛 然後你也知道 歐洲有些國家他們治安其實不太好 就算在機場也是很危險 所以說他要上廁所 他就麻煩他男朋友幫他顧一下登機箱 然後他男朋友就 喔好 要顧 然後他男朋友其實也沒有算顧啦 就是把登機箱放到他座位的旁邊 然後他就是低頭就是一樣玩他的手機 結果女生朋友他上完廁所回來 看不到登機箱 被他揍了 被他揍了 一兩分鐘而已 然後他就問他男朋友說 登機箱你把它放到哪裡了 然後他男朋友說 不是在機 不見了 沒有 然後他女生朋友就很緊張 因為裡面全部都是非常貴重的包包 和一些 價值不菲 對 就是快破百萬的東西 所以說他就很緊張 然後他就想說要去找那個 航警 航警 沒錯 因為我女生朋友他英文沒有很好 所以加上他很緊張 他講話就有點結結巴巴的 講得不是很好 他就希望他男朋友能幫他跟他溝通 因為他男朋友就是在國外流過血 所以英文溝通能力很好 可是他男朋友在旁邊 就坐在他的位置上 然後就是一樣插著腰看著他 然後他女生朋友就很生氣說 你幹嘛坐在那啊 你不幫我跟他就是講 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他男朋友指揮他說 那是你要買的東西啊 又不是我的公司嗎 對啊 本來就是這樣啊 很會耶 你東西沒有顧好不假耶 沒有 你自己想跑去廁所 你為什麼沒有自己助理 還有自己的東西嗎 他就上廁所耶 他都到廁所啊 你可以拿著進去啊 其實不是你講的話討人 也是你講的 我表示東西喔 好可惡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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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惡喔